陈兰远只是想试一试,听到最后这个答案,脸色顿时舒展开来,等郑妈妈进来回话的时候,便说出了自己的决定,因为这四个都是丈夫看得中的,因而郑妈妈自然是没有二话,很快又把人叫了进来。 那个矮小的张庄护跪下磕头的时候,他又在旁边敲打了两句,见陈兰无话交代,这才把人打发了出去,旋即又送着陈兰回去。 这一番看似简单,其实四个庄头管事说起话都是滔滔不绝,因而陈兰再次回到辽香院的时候,恰逢家里几个男孩子都已经下学了。 正厅阁阁仗后头热热闹闹的,就连陈兵陈兰陈兮也都在。 看到陈兰进来,屋子里头的众人就多瞅了他几眼,其中陈兰的目光颇有几分古怪。 周世间正妈妈过来,便笑道,你来得正好,年前你生病误了上学,后来家里头事情多,这事也就割下了。 正巧,如今教你们姊妹四个的吴先生回家去了,索性你们也就歇赏一些。 多学一些女工,我还请了仙头太后身边的周姑姑来,教导你们进退的礼仪,日后都是用得上的。 此话一出,男孩子们也就罢了,连带陈兰在内的四个女孩子都是吃了一惊。 杨宁侯府既是占去了大半条的杨宁街,又是至今三房不曾分家,因而府中一路一路的宅院原本就整整齐齐,可这些年下来,紫宁翠柳居还好说,方飞馆却是已经大不如前。 想当初,长房的主人主母过世的时候,陈兰姐弟远还小的,按理说应该是住在一起的。 可是,可是到了陈兰十岁上头,便有人搬出男女大房的道里来,倒是每个长辈看着,单单姐弟两个住在一块儿不好,于是那会儿的陈兰就主动搬到了锦绣阁。 地方虽是远了,可不管从前还是现在,他都是常来方飞馆的。 这会儿,从了乡院回来,他便和陈兰回了方飞馆。 到了正房中,看四处收拾的还齐全,屋子一是烧得暖暖的,这才携了陈兰进暖阁说话。 姐弟两个在炕上对坐,陈兰把丫头们都赶了出去,陈兰也让红罗守在了门口。 姐弟两个人,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,却是仿佛比谁的耐性好似的,谁也不肯先说话,到头来,终究是陈兰,看见陈兰扭来扭去的有些不自在,于是微微一笑。 可是想问我,为什么要把那些田区交给老太太吗? 姐,我没怪你,陈兰脱口而出,随即就低着头都呢。 我知道你肯定有你的道理。 陈兰如今去了鸟乡院走动的琴,再加上大小丫头都看老太太仿佛是越来越喜欢她,于是大事小事少不了漏伤几句, 因而她知道今天在老太太面前沉眼听说了庄田的消息之后,竟是没像以往那样心里不舒服,脸上不悦,心中自是大感欣慰。 此时,双手放在炕桌上,身子略略前倾了一些,仔仔细细地看着面前的弟弟。 这庄田既是皇上发还的,自然已经是计了当的,到了老太太手中,也只是个保管,可是要被谁侵吞谋夺了去,那便不好说,也说不清楚了。 你还小,我还是女流,即使那田庄近在通州朝白河,可是我们有多少功夫过去实时查看呢? 还是说你有本事找个精通农室的庄头呢?既然不能,便只有用家里的人。 可是,家里的多半不通农室,在外头的,我们知道什么好坏呢? 与其如此,不若把田庄交给老太太保管,别人便插不上手。 而庄头,既是正管是许见的,想来也不会太糟糕,况且我也亲自问过,到时候把楚四家那边,选出两家人去庄子上谋个事,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,也有人看着。 陈衍圣贤书读了一些,歪门邪道的条条框框,也从小四亲嘴那里听了不少,虽不曾养出十分暴力的偏激,可是骨子里毕竟是不知过日子的公子哥。 此时听陈兰这么一说,方才是恍然大悟,他也不去想为什么同在一个屋檐下,姐姐只比自己大上那么一丁点,偏生就懂得了那么多, 只是用佩服的目光看着陈兰,大力的点了点头,姐,还是你想得周到。 尽管婚事上的压力迫在眉睫,但陈兰也知道,哪怕那些事情重要,也不能放松尘眼这一头。 又云尔那个消息头等灵通的在,他也知道京师那些公卿子弟大多是什么光景, 承袭爵位的还好些,毕竟从小作为四子,得被家族逼着读书练武求上进, 可是那些闲散的,不是呼朋唤友胡作非为,就是保暖思吟欲,青楼夜声歌。 因而陈兰的学业,他也只能教给他自己,但为人处事,却得多多提点。 这一会儿,听陈兰说了些学堂中的事情,以及那几个半当练武的经过, 评述了一番武师的好坏,他一面听,一面在心里思量, 末了便突然问道,你说,那个武师曾经跟过三叔? 对啊,那曾经是三叔的半当,一度跟着三叔去了云南。 陈兰仔细想了想,这才解释的,他毕竟是老太太选出来的,和楚金他们四个不一样, 所以我让楚金的老爹请他吃了一顿酒,好好探了探他的底细, 说是他三年前在云南做错了事情,结果被赶了回来, 因此在府里很不如意,一直没有谋招差事。 这一次,因为三叔成绩了爵位,他怕被追究过去的事, 吓死力气求了郑妈妈,这才被分拍到我的身边。 陈兰不在乎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被三叔陈英逐了回来, 却在乎当年究竟犯的是什么错,如今这个人五亿人品如何, 因而连忙追问了几句,陈兰原就对于自己套出来当年的内情很是得意呢, 陈兰这么一问,他便一五一十地道了出来。 姐,这个事情兴许整个家里都没几个人知道,二哥不是罗姨娘生的, 兴许是三叔娶了罗姨娘,又听说经理老太太为了定了三婶儿, 为了让罗姨娘回家有底气,便将一个通房生的儿子放在罗姨娘名下, 想不到回京之后还是没有争过, 这家将是知道内情的,在云南的时候冲撞了罗姨娘下头的一个管事, 不合呀,就说错了话,被三叔一顿板子打了个半死,又赶了回来, 要不是这次喝个半岁,他还不敢说呢。 等等。 陈兰摆了摆手,止住了陈兰,眉头紧紧皱了起来。 要说这么一个被赶回来的人,心里头没有怨气,那是不可能的, 又怎么会存着除了这样的大罪不敢对别人说的道理呢? 至少,这次给陈兰选武师练武的老太太是首肯的。 只怕刺人的底细已经是被摸得一清二楚了, 陈青不是罗姨娘亲生的,这一点朱氏必定是知道的。 还有,罗姨娘下头的一个管事, 这么说,罗姨娘以前就应当有了属于自己的产业, 如今还多了一个告命。 姐,你又想着什么了? 陈兰见陈兰满脸的郑重, 陈兰片刻便将刚刚的思绪暗示了他两句。 见小家伙眉头紧促,自顾自的想了起来, 他便倾壳了一声, 等人又抬起头来,这才说道, 这世上看人难,看准人难, 看准一个好人则是难上加难。 楚四家的那四家人多年蹉跎,看够了事态炎凉。 所以,因为一句话而有了出头的机会, 这才会真心的感激。 至于其他的人, 则要你自己去一个个的好生揣摩,分辨。 你从前提过红罗的事, 我说你那一遭, 你可还记得吗? 如今,你不晓了, 房中的丫头各有各的心思, 切记把他们当成物件, 那般拿捏。 不喜欢的, 就不要存着利用之心轻易许诺。 就是喜欢的, 也不要学那些没出息的, 纵了自己的心性。 你是主子, 但需要知道, 奴婢也是人, 明白吗? 富贵不骄, 贫贱不移, 这道理你得记着。 尽管陈兰的道理和平日所学的不太相同, 但是陈兰平日去锦绣阁坐的时候, 觉得那儿的气氛就比自己这儿轻松愉悦得多。 云儿喜欢打趣, 亲方做事勤勉, 红罗稳重大方, 就是瑞雪苏木胡椒这些小的, 也都是该说笑的时候绝不会扭扭捏捏, 该做事的时候呢, 也没有一个推堂。 因而, 她只以为这是陈兰的经验之谈, 忙借口硬了下来。 等到陈兰起身要走的时候, 她送到门口, 突然不舍得嘟囔。 姐, 要是咱们住一块儿就好了。 说什么傻话, 男子汉大丈夫, 就算现在一块儿, 将来你还是要独立的自个儿去飞的。 陈兰笑着捋了捋, 沉眼额前的乱发, 又正了正那顶发官, 这才笑道。 我对你说的, 别光嘴上硬了, 平日里多想想, 多看看, 少说, 少做, 凡事三思而后行, 我还是等着你将来成大气呢。 拐过夹道的拐角, 陈兰测过头的时候, 就看见陈兰还在院子门口站着, 不禁向他招了招手, 就才往西边拐去。 带到锦绣阁之时, 大小丫头们立刻簇拥进来, 进屋之后, 云儿亲自扶持陈兰脱掉外头的那件玫瑰紫的贺场, 又拿了自家的家常大奥伺候着穿上。 沁芳则是早早地在炕上铺了厚厚的软垫子捂着, 等陈兰在暖阁炕上坐定之后, 又取出了手炉, 徐宇, 苏木又捧了已经漆了第二道的毛锋过来。 陈兰虽不是第一次享受着这种一个小指头都不用动的日子, 却仍是不禁暗自叹息, 怪到是富贵娇人呢。 小姐, 听说您把皇上发黄的千目装填填气给老太太了。 云儿刺话一出, 原本低头抱着手炉的陈兰便抬起头来, 用不容质疑的语气说道, 这事情已经定下了, 你们不用再说, 也让院子里的其他人不许再议论, 免得声势。 云儿本要辩解, 可是看到陈兰那清冷的目光, 顿时气馁地低下了头。 一旁的沁芳, 见到气氛有些尴尬, 忙笑道, 哎, 云儿上午回家探嫂子, 倒是听说了一件事, 二月二十四是皇后的千秋节, 因为皇后身体不好, 历来都是免朝贺的, 今年难得身子好, 所以皇上早就下了旨意, 内外命赴朝贺。 但是皇后生怕是太奢华了, 所以又下了遗旨, 到各家送礼啊, 不许铺张, 只许送府里做的东西, 她倒是要瞧瞧各付千金的手艺, 这消息可是千真万确的, 只是如今正式的旨意尚未到家, 小姐不妨好好预备预备。 宫中的后妃陈兰虽是一个没有见过, 但是由晋王可探知书妃一二, 由周王可见贤妃的贤德, 这两位高位的妃子为人可见一般, 至于还有一位陡然进风的罗贵妃, 她虽未听说过多少传闻, 可是总是有些数目的, 只有这位没有嫡子却深得皇帝敬重了皇后, 仿佛是个隐形人一般, 很少有什么消息传出。 如今皇后千秋节难得朝贺, 又不许铺张, 却是要考教各府千金的手艺, 也不知道究竟是皇后的意思呢, 还是也有皇帝的心意在其中。 想起之前, 朱氏提到的那位昔日太后身边的周姑姑, 陈兰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, 正式的旨意虽未曾下达, 可是又哪里能瞒得过朱氏这样消息灵通的呢? 可皇后只提了贺礼, 不提要见人, 朱氏却要预先让他们学这些礼仪进退, 是有十足的把握, 还是有其他的打算呢? 和陈兰设想的不一样, 从前侍奉过太后的那位周姑姑并不是个刻板人, 四十出头的她并不喜欢那些颜色素淡的衣裳, 反而对大红大紫这样的鲜艳的颜色情有独钟, 平日嘴角含笑和蔼可亲, 说话声音深沉, 竟是别有一种韵味, 只是在每日下午教导礼仪进退的时候, 她便收起了那宽厚的模样, 一丝不苟绝不允许有半点差错, 陈兵陈燕全都寄希望于能够结个好姻缘, 自是咬咬牙仔细学着, 陈兵虽是得了罗姨娘的保证, 但也不愿被人看清, 于是周姑姑说什么就做什么, 即便是对王公贵妻并不热衷的陈兰, 知道朱氏必定时刻探问着进度, 因此也没有丝毫马虎, 至如此一来, 她看书的时间便大大减少了, 毕竟就算由于身体的缘故, 她的女工进展很快, 但是要恢复从前援主的水平, 她仍是得有块勤练呢, 在这个时代, 比起诗词歌赋, 反倒是这些针线活儿, 才是真实的倚靠, 因而, 当正式的旨意下来的时候, 杨宁侯府上, 则是为了皇后千秋节的受理, 更加忙乱了起来, 二房丢了爵位, 马夫人恨不得陈兵能够倚靠受理进入皇后的眼睛, 因而, 杰宁们好亲为丈夫将来负起打点一二, 三房得了爵位, 罗姨娘也希望陈希能够脱颖而出, 把和威国公世子的婚事早糟地定下来, 只有掌房上上一辈没人, 可陈兰不着意, 亦有诸事亲自看着呢, 于是, 有关宫中的小道消息, 一下子在府里就四处疯传了, 皇后重道, 皇帝曾经请过龙虎山的张天师为她祈福, 皇后细施牛乳, 宫中特意养了母牛, 御膳房最得意的一道典型, 便是苏酪, 皇后洗六安茶, 每年头一道供茶必是赐给昆宁宫的, 皇后喜欢肃淡的颜色, 宫中一律酌青。 在这些费尽苦心的揣测之中, 倒是徐妇人的病大有起色了, 恰好接替了没空打理事务的陈兰姐妹, 几个管起了家事, 只是她毕竟没有理会过这些事, 每日里只是带着绿鳄, 竟是做的时间多, 说的时间少。 几天下来, 上上下下也就有了个数目, 全道三夫人是一尊不开口的笑面菩萨, 认识不管, 还比前面两个简直是震身太岁的小姐, 好伺候得多。